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原始天尊给了这个江子牙封身绑之后 嘱咐江子牙说 出了门 谁叫你都别回头 没跟他说回头的结果是什么 对吧 只是师父只告诉他 告诫他 江子牙在申公报叫了三声之后 回头的理由说 他是我师弟 所以我就回头了 在后来在这个文太师战死之后 邓九公成为了挂帅 讨伐西齐 这个时候呢 土行孙就出来了 在土行孙偷了他的师父 楚留孙的这个叫什么捆仙绳啊 拿掉了 拿到了黄天化跟哪吒 也拿到了江子牙 只不过当时呢 江子牙被这个西齐的将官给抢回去了 那邓九公很高兴他们俩喝酒 喝酒的时候 邓九公借着酒劲就说了 说如果将军能够一举成功 说你把这个江子牙杀了 我们班师回朝 我邓九公就把我女儿嫁给你 他女儿呢 叫邓禅玉 早年呢 母亲就没了 父亲就这么一个掌上明珠 还有个儿子 那所以这个父亲对于这个女儿呢 那个就是非常关爱 所以借着酒 邓九公说了这么段话 那土行孙一听邓九公这么说 晚上他就借着土盾 他就进了西齐城 他就要杀这个 杀这个江子牙跟五王 大家都知道弄不住他 所以后来二郎神呢 明白就把楚留孙叫来 所以当土行孙过来的时候 被楚留孙抓了 楚留孙说你畜生 孽障 你敢干这种事 杀了他 江子牙也要杀他 结果土行孙说了一道声 说你别杀我 又有师父 又有段话 我知道我做错了 你得让我把这段话说完喽 他就把邓九公这段话说了 说我进来不是为别的 是因为邓九公把女儿娶给我了 土行孙太矮 只有四尺高 四尺高 一米 一米多一点 那是旧的尺啊 你不能按照现在的尺数 当他一说这理由的时候 楚留孙跟这个江子牙就傻了 哎 说这是个理由 你这个 当我看到这儿 我觉得很有趣 楚留孙掐指一算 说这事报办了 跟江子牙说 说这个这个 土行孙跟这个 邓禅玉啊 确实有一段姻缘 这事得了了 你不能杀大海 那这段姻缘随过来呢 那连邓九公都会降降西州 大家同为周臣 同朝为官了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那楚留孙跟江子牙 将计就计 整个后来在袭击这个邓九公的时候 整个是围绕着土行孙 能把这个邓禅玉给弄回来 取了当老婆 所有的将军们 周朝的大营们 面对大敌在前的时候 要把他这事给圆了 眼前打仗 要圆了土行孙的一段姻缘 这同样叫天命不可为 香港林医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背九士兵权 用在这儿 四大诱因造成武警易主 武警体制改革27号 尘埃落地 维持22年的 22年 22年的话 95年开始 武警双重领导制度 落下帷幕 那他转用新闻 多维新闻说 武警领导制度改革 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对军队进行改革的组成部分 本质上 对地方政府杯酒士兵权 是剥夺了地方政府的权利 隶属地方政府的公安领导 对武警具有直接管辖权 而省委可以动用一千人的武警部队 执行地方任务 改革之后 省政府向中央军委申报军令 再由中央军委对武警下命 所以他这个陈述就给让大家明白 在过去时间里对民众的很多镇压活动 他的命令来自于何处 他怎么来的 他提到武警为什么改 首先武警被定性为党的枪杆子之一 去年一月初提出了叫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 所以习近平要拿掉一切 习近平拿党的名义来强调几种统一 而他自己呢 透过在十九大站在党之上 把党装在兜里了 政治局所有的党中央都装在他自己兜里了 所以他是党的爷爷 他现在是中共党的爹 谁反他 那全党不干 要这么理解你就很容易了 所以但是他知道 当他这么干的时候 他整个全党同时反对他 几乎大部分人反对他 因为他上去了 把党装兜里了 人家挣不着钱了 那把党 如果党反对他的话 他是党的爹嘛 儿子不认爹 但是被迫接受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 那爹也明白 不能让他们有任何 任何带火的东西 带枪药的东西 武警在地方肆无忌惮 军牌车牌 无视交通扰民 武警改革当务之急 这就无所谓了 其实真正的是拿掉兵权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in one night a spectacle visually dazzling simply astounding to watch Experience Shen Yun All new program for 2018 With live orchestra Tickets and information at ShenYun.com 针对屠夫被判八年 709律师事件当中 最重的一个 那香港老人呢 李先生呢 写了一篇 世道人生 灵魂的声响 里面他把 屠夫的祸行声明 整个整个放在上面 然后李一老人 讲述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 网上很多人 对这个屠夫的硬汉行为 表示赞许 但李一老人明确说 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恐怕很难 恐怕也会选择 像谢阳阳 因为谢阳本身屈服了 像谢阳阳会屈服的 他说人性如此 是很难挑剔的 而在对等之下 出现屠夫 这样的硬汉 我就是我 从而让人们 看到了一种希望 然后他提到说 因为屠夫在他的 获刑声明中 拿出了一个 长长的名单 那是对他 施以酷刑的 警察的名单 本月21号 川普签署行政命令 宣布制裁全球13个严重 侵犯人权的人 北京警察学院党委书记 高言在此列 所以屠夫的行为 就促成被他列出来的 这些警察的名单 就可以进入到 美国马格尼斯法案 制裁的名单中 这是一个 在李仪看来 这是一个可以 直接了当 非常容易执行的事情 另外他引述了一个 大陆海归学者 叫做刘裕 曾经写过 他在孟德拉自传中 发现孟德拉 这个反政府50年 我们通常叫曼德拉 坐牢近30年的乱匪 这是指南非了 落到了白人 种族主义统治者手里之后 竟然从来没有挨过打 曼德拉没在监狱里被挨 被打过 大家吃惊 反政府50年 坐牢30年 种族主义者不是什么好人 但刘裕认为这些坏人 是有底线的 这个底线就是不随便打人 种族主义的坏 是今天共产党灌输的某些结果 种族主义者不一定是坏人 他只不过在有着他自己生命的认识 在这种生命中 他不会随意打人的 所以人中的对的道理 不一定就是善的 人中的恶的被人的欲望解释成 不对的道理 并不一定是恶的 共产党是没有任何底线的 因为他是畜生都不是的 畜生是与人同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 他是魔鬼类 刘裕认为 在中国监狱中发生被打致死事件 让他意识到有些人是没有底线的 这些人穷尽其灵魂 也听不到咯噔一声 他引用的这个意思就是 在中共体制之下握有权力的人 是没有灵魂的人 所以他不是人 他叫高级动物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